有清纯女神之称的YouTube奎丁 火辣身材与豪迈的性格圈粉无数 频道时常拍摄社会型实测影片 反转的结果总是让人会心一笑 我现在好像整形失败了 我在那里哭 我现在有种被歧视的感觉 很明显的 我才靠近一点就跟我走超远的 他刚刚蛮严肃的问说 所以你动了哪里 他就说再跟你聊一聊这样 10年前你只要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事先跟我说的话 事先告知一下的话 我会觉得很不服务 而近期他更跨界出演网剧 欲望欺人行 在拍摄结束后分享了一段有趣影片 奎丁和演员们还跳最近很夯的开花舞 仅围着玉袍跳舞的模样相当吸睛 但有趣的是奎丁的舞蹈动作 都慢音乐一拍 他也自嘲表示 完全没对到拍跳的超心虚 影片下面留言则相当热闹 有人搞笑写下一定吃了生长急速 就像我要讲熊日梳妆在家里很熟 很舒服 那你就这样 这样 我是很余生 你放心 可以 可以 谁吃东西很好吃会把手伸到胸部里面去 我拍照拍了十几年我没有拍过这样太奇怪 然后刚刚那几张照片请沾掉 等一下 这样啊 这样啊 对 舒服飞翔 来看前面了 对 对 再来 对 对 很飞 好有 哇 你很棒 你真的很强 好爽 好烈喔 好 好 好 再来下一个动作 想像有些沙漠裡面的蝎子 這樣 對啊 你是蝎子 你的腳也太高 這樣會曝光啦 還是我們不要這麼趴 還是這樣 這樣 先脆 欸對 很好喔 好 吸 有 挺好的 蠻私上的欸其實 真的啊 真的 那接著呢 比較是著重在上半身 你就要從這裡看到他們都摸下來 就感受她的布料上 對 好像很舒服 喔 這樣子 會這樣子 然後頸部 對 胸 伸進去 伸進去 有舒服嗎 感覺我有點不要怕 摸一下你的性感的事業線 就是說這件衣服 它可以強調的看 這件衣服是女人的嫵媚 對 然後腿打開 腿打開 不用打得開 就是慢慢打開 像這樣 像這樣 對 這樣 這樣 不行不行 太開一點啊 就這樣 我要講求的是 服裝在家裡很舒服 那你就這樣子 這樣 這樣 我是女生 這樣放心 這樣會不會太開 這樣會啦 不會 這樣 然後自在地做 對 就是 拿個漢堡 拿個冰淇淋 然後 然後這樣子 嗯 性感地吃 這樣 然後你性感地吃 對 然後可能再開一點 對 這樣 好好好 這樣應該就夠了 不要太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樣是好畫的嗎 對 因為我們到時候的木像都會踢成在沙發或者是什麼的 好 行 真的喔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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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好 對 這就是我要的 真的喔 對 好 下一套 然後變成是時裝嘛 對 對啊 時裝 嗯 嗯 不錯 對對對 接下來我們前線的是紅色 這是 這是什麼樣的 羊粽 然後 喔 對 在家裡面穿的 那如果你要穿出去 其實也非常的OK 因為他講究就是夏天通風 所以我要直接這樣穿 啊我應該不用拍 嗯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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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當初有對衣服嗎 妳有妳有對衣服嗎 對啊 好像沒有第一季 這是我們確認過的東西 就是相似的 但是妳應該要可以嗎 不是啊 我們前面剛安排的那個 這是我沒有拍過的制度 對啊 不是 蛤 可是我想說妳這麼敬業 應該 這件應該可以 妳也覺得 妳覺得我剛剛 妳要算蠻敬業對不對 非常 對吧 非常 對 對 那妳 妳跟我出來笑 妳跟我笑 好 好 好 所以是沒對好嗎 它這算是 剛剛額外增加的 是額外增加的 因為這是新款 他說是新款 這是情趣內衣吧 好不然我跟他溝通一下 這一件先比較 先拍別的 剛才叫我手沿著自己臉 伸到胸部裡面去 想像的東西很好吃 誰吃東西很好吃 會把手伸到胸部裡面去 我拍照拍了十幾年 我看不懂欸 我今天是因為信任小龍喔 啊這種時候妳都沒有去制止一下 好好好 我去跟他溝通 這一件太怪了 然後跟他那幾張照片 妳都要去刑 都請去確認 如果真的不OK 或看得太猥褻 請沾掉 好 對 好 好 我去看一下 冰淇 我剛看一下的照片 哼 其實還不錯啦 還是妳先看一下照片 那我們再看 要不要繼續看 紅色那套 我是不能 不可能會拍 太誇張了 加照片嗎 看一下照片 好啊 拍得還不錯喔 還不錯啊 我先看一下 SWIFT 什麼啦 我會來 SWIFT三小啦 請看一下影片 妳怎麼拍三小 看什麼 欸 丁姐今天什麼都會來 他是不是 過得有點太安逸了 還是我們來搞他 來搞他 他上一次弄我那個電腦 然後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說就把我的電腦炸掉 這個超白癮 這次一定要弄死他 下午 有什麼想法 本來有一個業配 那個棚可以拿來運用一下 可能把他找進去拍些 或是 拍攝的 拍攝的 我們找小龍 可以喔可以喔 搞起來喔 手伸出來手伸出來 怎麼樣丁姐 成七七了嗎 請坐 昨天睡得真棒 OK 昨天被整完之後呢 我真的蠻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因為像我自己在18歲的時候 確實真的有遇到這樣的情況 當時的攝影師 希望我可以把上衣脫掉 他就說什麼 國外的時尚都長這樣 上空 用這些話術來誘導我 我信你個鬼 像這類事情 模特兒要如何去自保 人生安全呢 其實很簡單 就西班參加 如果今天攝影師跟你說 西班的話會影響我 創作的靈感 創作的氛圍 那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到底是他的創作靈感重要 還是你的人生安全重要 這應該蠻簡單的 這種事情呢 你以為只存在 攝影師跟女模特兒之間嗎 NO 在不同的行業裡 上司跟下屬之間 都有可能會發生類似這種 潛規則的事情 你永遠要堅定自己的立場 踩穩自己的底線 想想 別人不是看中你的能力 而是看到你的外表 在靠這樣子得到的位置 真的能夠做得久嗎 外表的東西啊 都是意識的 因為最重要的東西 還是內在 我實在是很怕 大家受到傷害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的保護自己 去看中一看 給我聽過 你像我看中一跳 你問這個 我看中一跳